你看他們自己的衣物 我們科室現在的病人是逐漸增多 特別是有些遠道的 有些宜蘭雜症的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專門排兩位專家門診 那麼隨著病人的增加 我們的就排到了三位 今天就達到了四位專家門診 觀眾通過互聯網可以尋診 取藥 診療 同時如果說互聯網上解決不了的問題 我們可以到醫院來就診 我們也盡量簡化就醫流程 讓患者盡快完成就醫的過程 離開醫院